遠古時代人喔 這個很奇怪喔 遠古時代的人他們也是懂得拜拜啊 那他們拜什麼 不一定有的拜蝦子 有的拜 有的拜牛 有的拜豬什麼都拜 可是他就覺得說 這樣到底會亂拜嗎一百萬 所以後來就集結了一個龍藤 讓大家來拜 這龍 為什麼要產生龍這個動物 他是九種動物 你看他的嘴巴 嘴巴像什麼 嘴巴像什麼 像什麼 鳥 鳥口 現在以前的 現在的龍 以前古時候的龍 應該不會有牽牽的 可是現在的畫龍 有時候會畫牙齒 以前的龍是有牽牽的 眼睛咧 你看眼睛像什麼 眼睛都很清楚 對 有的人說蟹 有的人說蟹 有的人說蝦子 蝦子 他們的眼睛都這樣子 蟹嘴巴像 蟹子 蟹肌 三個蟹 鱼是鱼鱼 毛 鱼是鱼鱼 中施 中施的毛 他的毛是中施的毛 脚 中施 身体呢 蛇身 那他的意思是鱼鱼 鱼鱼 几种呢 还没有算出来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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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牠的虚 龙虚 有没有听过龙虚 龙虚是什么 牠是鲤鱼的虚 鲤鱼的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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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八爪 第九爪 鹰爪 鹰爪 有人说鹰爪 有人说鸡爪 鸡爪 鸡爪都很虚 有人说鸡爪 鸡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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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说鸡爪 这样是不是九爪 我再讲一次 牛口 狗鱼 蟹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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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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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人家说龙之九爪 鸡爪 是这样 因为牠把牠全部集了起来 这九爪的动物把它集了起来 所以龙 基本上 有时候龙生 九爪 每一个龙的那个都不一样的 像你说在那个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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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我们那个顶啊 主的顶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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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做饕餵 我们是不是常说饕餵啊 饕餵也是一种龙嘛 对啊 饕餵 对不对 它扛着啊 对啊 像这个 狮子 一起来 第一个看到的 ва 亦 �